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现在是收看 我们国事馆所办的这个 礼拜四下午的演讲 今天我们这个是 《档案与历史》的系列 其实在疫情期间 已经停了好多场了 今天算是一个比较慎重的 除了网络的直播 而且会有录音录影 这个是纳入我们线上讲堂 这些会有一些后制的程序 现在镜头前观众所看到的 就是原汁原味的 我们邀请到很难得 台北大学法律系的郭灵慧教授 他是德国戈根廷大学的法学博士 他的研究专长就是民法 劳动法 两性平权法 今天所要谈的题目 应该就是跟性别人权有关的 就是一步一脚印 走向平等之路 从那个女人谈起 我们大家知道 自由平等这种比较抽象的价值概念 要成为人权 这当然是透过法律的程序 有了法律保障 那才是真的人权 所以由郭教授 自己是一个法律的专业 对于我们台湾的人权的这种关怀 不论在民间的机构 或者是政府的机构 有很多重要的参与的经验 所以今天由他来谈这个题目 我想是非常恰当 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郭教授 大家好 谢谢我们馆长 还有谢谢各位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也是第一次到我们馆里头来 能够来做一个经验的分享 真的觉得蛮难的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想各位不管是听众观众 可能对于我也不是非常熟悉 那各位可以看出来 我的任教的地方是台北大学 那各位大概可以看到 这一个图片里头叫台北大学法律学院 那我的研究室刚好在正中间 各位第一个直觉一定告诉我说 郭老师这个是不是样品屋 看起来蛮像的 不过对不起这食品屋非卖品 十年前我们搬到这里 我们原来叫中兴大学法商学院 那这个在台北有一个校区 那后来三峡又给了我们一块地 所以我们就盖了一个这样更大的一个校园 那这个同学搬到那边 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老师请问我们要简称什么 我们的全名叫国使馆 没有简称就是国使馆 那台北大学要简称什么 那有人就说还不简单 我们取第一个字台大 台大好吗 很多台大校友如果是观众 可能已经在抗议 怎么可以简称台大呢 那我们同学说 那不然老师我们简称北大好不好 北大 感觉北大好像不错哦对不对 各位如果简称北大 谁有可能要告我北京的北大会不会来 那学生又说那老师我们简称新北大 我说也不可以 我们在台北有地 新北有地 我们是一块不让 所以这都不行 后来学生一问呢 跟各位讲我是学法律的对 法律的直觉 第一个叫学生回去查 学生第一句话就说 老师报告我们查几天之后决定 以后我们简称北大 为什么 北大北京的北大 那个是一个历史文物 在台湾不能注册的 所以北大在台湾是没有商标的 那我就说我是北大 我甚至去注册都不会有问题哦 但台大呢 他已经注册了 所以不能够随便来哦 好所以各位记得 我呢就是在这个北大的老师 我是学法律的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 各位看到这个标题很夸张对不对 一步一脚印走向平等之路 从那个女人谈起 来跟各位讲那个女人就是我啦 就是哪个女人呢 就是法学院那个女人 那这个我们是在这个 2000年改制的 2000年不是2000年 2000年班到三享 那这个之前 这个有个不同学院跟台中的中心大学 后来就 就分开了就设立了台北大学 搬到三享之后 我是台北大学 我们已经明年是70年 创校以来 第一位女性法学院院长 那各位知道那有什么 法学院院长很多嘛 女性 欸 到底有没有 一查台北大学的第一位的 还真是我 可是知道第一位法学院院长 被昵称为什么吗 法学院院长被昵称 那个女人 为什么叫那个女人呢 各位看一下这栋楼好像金壁辉煌 各位 那个盖楼是简单 验收是困难 各位如果在公家机关担任过就知道 验收叫催毛求痴嘛 哪边有烈啊 哪边地砖不对啊 哪边材质不对啊 然后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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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人呢 就很奇怪 眼睛特别仔细 看东看西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每个局处好像都被我刁难了 但是我们当然是想说 希望这是百年大忌嘛 所以当他们对我有气愤的时候 觉得说这个法学院院长这么难缠啊 贴个海报也不行啊 装一个什么也不行啊 然后呢 就一定要看起来就是 好像是这个没有瑕疵 那个不能验收 所以当人一气愤起来 那个我的有名有姓的郭霖 会三个字不见了 变成那个女人 我常常听到人家讲 又是法学院那个女人 不过我们可怜的系主任更惨 她呢 也是女生 所以我们两个叫法学院双人组 昵称法学院那两个女人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当我们对一个人的不想要面对她 觉得她有一些 让你跟你意见不合 我们常常就会做这种事 用一些比较直白的话 去形容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那什么那个女人 那个杂母 这个我们一天到晚听到 那大家说那些东西 其实说真的 我说我是女人没错 我是杂母也没有错 为什么讲成那个女人 那个杂母就感觉是被贬低 其实常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所以还好呢 今天我们大家的努力 我发觉我的那个地位越来越高了 从了法学院那个女人 开始变成什么 那个老师 我是有老师 过了几年之后 她发觉呢 我好像还是教授 不小心还是特病教授 所以就开始法学院那个郭教授 郭老师 郭教授 我最近蛮满意的 同仁都称我 那个同仁 至少已经把我看作自己人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当你一个女性 往往去站在一个 所谓平常都没有男性的 没有女性的角色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她所面对的东西 往往是看不见的那个压力 不是她能力不好 也可能她机会很少 可是总有一天她总有这个机会 可是我们就看到同样的事情 一位男生 男性在做 大家就觉得 好 她可能做错 可是如果是一个女性在做 可能就被无限放大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能 从那个女人变那个同仁 就是要靠大家努力 那我相信从我们台北大学呢 已经也看出来 台北大学的法律学院 女性教授的比例 已经占了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 说那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好像在各个机关 都好像是一个隐形的摆在那儿 其实重点就在 当你的一个性别比例 不会那么落差的时候 很多刻板印象慢慢会消失 双方不管是男性女性 甚至我们现在常常 在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 多元性别者 互相的交流发生 互相的一个猜忌 就会慢慢少慢慢少 就会达到一个 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各位 这是我从我的亲身经验 今天来跟各位谈 那今天主要跟各位分享的 因为我是学法律嘛 各位知道 大概就是我亲身参与了 几个法律修正的一个历程 这些法律我们看到的 好像很简单 我们现在每天好像 大家都在做 比如说大家都在请生理假 生理假怎么来的 怎么规范 他的立法是经过什么 尤其各位最近都听到很多 大家都在家工作 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了 请问家里谁要煮饭 家里谁要带小孩 带小孩好像叫做文言文 白话文叫骂小孩 又不去上数位学院 又不是干嘛 到底家伙要怎么分工 他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在我们民法也有修正 所以从我们的民法 我们的性别工作平等法 甚至在我们这几年 踏入国际跟着人家 走性别平等之路 的两公约到西德公约 大概都有我参与的影子 那也就跟各位来分享 这些我们法律的历程的改变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 到底现况是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 也跟各位做分享 好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主题了 好 第一个 当社会所有法律要做的第一件事 叫突破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其实是我认为 它最难 它需要时间 需要大家共同创造 还有一件事情 在我回 从德国念书回来 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 我深深的感触 一个理想 特别是说 我们要落实一些 性别人权的一个部分 要能够实践 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些 天时地利人和的个案 好 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 小小的突破 累积成台湾现在的现况 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的性别人权 在全世界排比是第八 好 那最近有一说 好像我们又进步到第六了 那但是确认的公布的檔案 应该是第八 在亚洲是排名第一 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气造成 是慢慢慢慢累积 那我们来看 国内外各个案子怎么样 因为各位来看 这刻板印象 你说有吗 我们有刻板印象 我就举例而言 我们国务使馆就要总统府在后面 各位 其实我们历任有男性总统有女性总统 可是各位门性质问 有没有当这位我们的蔡总统上任之后 很多很多的言语一直听到 女总统 她是女性总统 没错 但是各位 在我们马前总统时代 之前好几位历任总统都是男性 有人去称他们为男总统吗 不大会 不大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特别 特别是一件好事 但是很多人当称一位女总统的时候 可能潜在的就是对她的怀疑 对她的觉得 咦 怎么是女总统 女总统 女作家 警察就警察 女性警察也没关系 我们很多人报纸上各位一线 报纸上怎么形容女性警察 警花 一朵花 很奇怪 医生 没有人会去称你是一个男医生 但是如果你是女性医生 就叫女医师 很多就被特别突出来 甚至我们也有常常讲 科学就是男性 明性就变女性 好像去问神拜佛 这个拜佛的只有女性 其实男生女生都有 各位每天晚上政论节目 那个讲八卦新闻的 对不对 是不是男女都有 对不对 甚至知识就是男性 然后无知就变女生 就觉得太阳公公 有没有人说太阳婆婆 月亮 月亮各位如果实际知道 那个月球长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要把它美化成月娘 但用语有时候是 从以前到现在 它不见得有对错 而是今天这个机会 各位或许去想 哪一些我们周遭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 哪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什么 我们习以为常 但是它不见得是错 或许是一个过去有一个时代的意义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讲一些人权的东西 会拿古代的事情来比今朝 各位 在古代就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没有性别人权 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 尤其在我们古代的亚洲的社会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你尤其我们宫廷巨看多了 那这个古代的那种巨看多 常常会把那个东西 不经意地引用到现代 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 常常传承难以突破的原因 那我们就要去想想 到底身边有没有这么做 那我来举一个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个案 如何天时地利人和突破刻板印象 那这个 我们来讲这位刘伯钧 刘竹神 我讲刘竹神 各位想说他是谁啊 这名字感觉好像陌生 再看看照片 这个脸有点熟 他到底是谁呢 跟各位说 他就是通灵少女的原型 也就是各位在那个政论节目 还是各种什么娱乐节目上 有看到一位通灵少女 我们那个通灵少女好像拍到第二集 我不是股东先声明一下 好 那他呢 我们认识他的好像他是通灵少女 所以他可以帮助很多人等等 其实他的正直叫什么 就是棒球的女主审 而且是国际棒球赛的女主审 我们这位刘伯钧 刘竹神 甚至联合国邀请他去做演讲 各位 以他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讲 很多很多的东西存在我们四周 可是没有想象 他很想当这个棒球选手 可是呢 大概打的 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还没有当 然后他就想 那我就当什么 主审 那你知道要做一个主审 要具有很多的训练 很多的磨练 得到很多证兆 他很努力的也终于拿到了 好 但是没有人请他当主审 怎么会没有人请他当主审呢 各位 因为这个传统上 应该说在台湾 当国际棒球赛的主审 从来没有一位是女性 我们有很多的 不管是球赛 不管是职业 活动 其实常常会有 古代传统传下来的 这个刻板印象 好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检讨 或许要打的意义 但是在现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想 棒球 男生女生都可以打 可是当主审 他终于当 他就等等 所以为什么说 天时地利人和 这位留主审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每天就很认真的学习 了解 就等着等着等着 终于有一天 有一位主审 那天临时没办法出席了 机会来了 来来来 有主审 来来你来做 天哪 既然我可以担任 我可以来 那多好啊 所以他就来去 这个 就来这个 担任主审的工作 顺顺利利的那一场 整个这个 评审做得非常好 结束了 那就很开心 那我可以回去 结果 这个主办单位就说 主审 真谢谢你拔刀相助 来来来 这个 你刚刚主审坐那个椅子 各位知道 那个棒球主审的椅子 是比较高一点 就像我现在坐比较高一点 而且它是怎样 不仅比较高 它很比较重 你知道在外头 如果很轻会 踏下来 高比较重 这个 送给你当纪念 这个主审想 送给我当纪念 好啊 我们台湾人有一个直觉 做什么事 人家送你东西 你第一件事谢谢 第二件事拿手机 就开始照了 照一下 照完之后想 哇 怎么拿回家 那么高那么重 那个椅子 他照了已经心灵了 没办法拿回家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我知道了 我感谢主办单位 谢谢谢谢 就这样留在这里 给别的主审用 这个承办同仁就说 不行不行 就用主审给你 他说 不要不要不要 就留给 大家退来退去之后 那个同仁突然碰一声 讲出来了 主审 你还是带回去吧 你不带回去 你坐过的椅子 没有人敢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就是那个杂母 如果你坐的椅子有人坐 各位有没有常听有人讲 那个杂母 他坐过的椅子会怎样 会带衰 到底有没有人证实过 其实真的也没人证实过 为什么 其实也没有女性拿过主审 但是就是一个流传 告诉你说 你 你坐 就会带衰 我真的必须讲 我们人生倒霉事很多 常常当你遇到倒霉事 要找人来做借口 就说就是你啦 就是你那个女生啊 就来了 哇 所以他才恍然大悟 他们要送他 原来是没人敢坐 所以各位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努力 天时地利人和才走到这样 甚至能够踏到联合国 都是一步一脚印上来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 这个 在生理其境讲 他的故事的时候 几乎都要这样才有办法 更多的是 可能一辈子都 当不了这个主神 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故事 也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另外一个我来讲这位 这位好像最近因为疫苗的关系 大家对他有一点点维持 但是不得不 我在德国念书的 对他就有点了解 他是德国总理Milke 很多人都说他创造了千百个奇迹 创造哪些奇迹呢 他是在德国 各位知道 德国就是非常日尔曼主义 他其实也是非常的父权思想的 没有任何一个总理是女生 所以我们在欧洲 我们听到财天夫人 听到很多女王 但是民选出来的 在欧洲大陆 因为英国他现在他是个 他是没有在大陆裡面 非常非常少 尤其在热曼主义 这么兴盛的德国 那我为什么跟各位讲他的故事 他其实就是 真的是另外一个见证 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 如何去突破 我们能够这样 基本上 各位 他是德东长大的 就是我们说东西德统一 那西德跟东德 就二次大战之后分成德东德西 那他是德东长大的 他爸爸是一位牧师 所以基本上他接受的教育 就是属于稍微有一点 虽然是一个比较社会主义 但是还是有点自由思想的 是一个物理学家 注意喔他是个物理学教授 那东西德统一之后呢 他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到他们现在的辞政党 叫基督教民主党 叫做齋德乌 我可不可以去谋一个职位 因为他本来在德东就已经蛮有名的 好 那结果在分这个职位的时候呢 大家都完全没有在乎到他 好 这个基民党呢 那他就想我要自我推荐啊 他们就直接问了他一句 那你喔 你到底会做什么 各位 我们通常要研览人才都会了解他 我刚刚有讲喔 他基本上在德东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 结果当他说他愿意到内阁来的时候 竟然他们的执政的当局问他说 你会什么 你能做什么 我们这位物理学家想了半天我会什么 他就说不然我学物理的喔 不然我来帮你们煮电啊好了 换而言之 我只能用很 我明明是有能力 但是我也不敢讲我有多有能力 我只能用一个可能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情 来能够先获得这个机会 东想西想 东想西想 终于他们想通 好啦 那给你当一个叫做妇女与青年部长 就是管那个妇女就把他认为说 妇女的啦 福利的啦 青年部啦 就是一个非常小小的部会 反正也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也讲得还蛮好听 德东的人也可以在内阁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各位知道东西德统一 其实我特别有感 为什么特别有感 当我在1986年到德国的时候 他其实是东西德没有统一的 那我以前要从德西要到柏林去拜访朋友 我们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 各位知道讲什么话吗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礼拜后我没有回来 赶快通知外伴去透过外伴去救人 各位知道是那样的恐怖时候 那后来慢慢慢慢慢慢到1992 柏林围墙倒塌1993 哇 我所在的城市叫哥廷根 就是在德国正中间 换而言之就是在以前的东德边境 我们亲眼看到柏林围墙塌了 然后所有的民众回到台湾 到德西来做了第一件事 各位我亲身见证完全搞不懂 因为他们礼拜天其实超市是关的 他们那天全开 每一个德东的居民跑到德西来 只做了第一件事 去买一串香蕉来吃 我那时候惊讶到不行 香蕉对台湾人来说 就是那个随便都可以买的 他们好像一辈子觉得吃了香蕉 就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事 各位知道那个观念的落差有多大 那东西德统一之后 以这样的一个从那边来的人 又是一个女生 各位可以想像是多么被贬低 结果这样他就当了这个妇女和青年部长 好 所以就可以见证到当时的样子 当他开始当妇女和青年部 这个部长也是也很好 也还没有什么事 就德国发生大事了 什么大事呢 各位其实有兴趣我们如果去看德国的 从他的分裂到统一的整个脉络 蛮值得我们去思考 也就是当你今天原来体制消灭 要建立新体制的时候 非常的破坏 非常的建设 只要是人 就可能有一些弊端在里面 那因为他的德东的 原来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部倒了 那人你看跑到这个德西来去当官等等 在德西工作 德东全部倒塌 那要重新站起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经济利益的大饼 所以各国就想来分一杯跟分一杯跟 那当然有很多国家包含法国就来了 那各位知道法国是一个非常擅长做生意的民族 德国是很会设计制造 可是做生意也不怎么样 所以呢 当他们 这个来开始看看看看 哪一些人哪一些人可以 来跟他的这个牵扯上关系 甚至 就是讲了白话文的可能开始贿落 贿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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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执政当局有力量的人 结果事情 砰爆炸了 爆出来 哇 所以 当他赤德乌的执政当局的一些重要的内阁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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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倒了 全倒了 好 那全倒了呢 那这个在 这个 这位 这位 美尔克呢 没有办法 原来被昵称那个小女孩的那个美尔克 因为你们全倒了 就发觉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被贿落 就是我们这位美尔克没被贿落 没人在乎他 那怎么办呢 金民党快倒了 就找一个人来救出 来拯救了 就说来来来你去吧 你就去当总 那个 这个当秘书长啦 你去选 你去选 大家就想 过度嘛 让大家等于这个事情风波过了 我们又回来一条龙 你最多三个月就下来了 各位 所以 没有人反对 那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当活鸟被刺 所以就让他去了 结论后来怎么了 他竟然当选 三个月看起来要倒喔 没有倒 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他为什么没有倒 这就是我讲 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 一步一步的能够走向 都是要很多很多的 大家的共同的帮忙才有可能 这时候德国面对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当他的就任没多久 德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各位 德国的足球跟我们 或许现在没有那么样的一个 完全一样 这个是跟我比较 各位如果跟我一样 比较之深一点 我们小时候看棒球 那种半夜起来看棒球 那德国人半夜起来会看足球 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那开玩笑一定要得 一定要那个才可以 一定要得冠军才可以 偏偏德国当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参赛队伍是德国有史以来 非常弱的一队 那大家都希望 希望能够得冠军 这个是对国家的一个鼓舞 但是万一没得冠军 如果还打得很烂 那个国力就啪下来 你这个总理大概不用呆了 好了 那他想就去办啊 就办啊 反正本来也没人看好他 他就决定办了 好 结果发生什么事 也就是呢 当他开始办的时候 开始要开幕 开幕是怎样 这个幕僚就跟他说 总理啊 开幕那一天 你要不要肚子痛请假 还是去度假 他说开玩笑我是总理耶 我为什么肚子痛 他说你知道吗 那天喔 开幕你最好不要出席 可是 我是总理 我是在地的啊 我是那个 冬道组啊 我要去干嘛 我要去开球啊 他说可是我告诉你 世界杯足球赛 有史以来没有 没有女生去开过球 他说 为什么没有女生 他说就真的没有 他开球一定都是当地的总理总统等等 结果 从来没有女生开过球 他说可是 我是总理啊 我当然要去开球啊 他说你真的不要去 你要是去了 你知道吗 讲白话文叫做戴衰 德国要是没有进士强 要是没有德民 你就完了 请问如果你是 梅尔克你做不做这件事 梅尔克左思右想 总理要去 我去会戴衰 我到底要不要去 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 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蛮煎熬 你背负的是一个国家的荣誉 但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在你的头脑里头盘旋 你怎么抉择 我们这位美尔克呢 想了想 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 跟他讲说 你就去吧 我们呢 很多人都 都什么相信一下迷信 他到底什么迷信 我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可是梅尔克去 开球那一天 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各位看这张照片 他做了什么事 各位看他那一天 比赛那天穿了什么 大红衣服 不知道谁告诉他说 大红衣服喜气 所以他哪有人家 通常穿运动服 他穿了大红衣服 各位看到了吧 就那一年 德国竟然奇迹似的进入了冠雅军赛 真的很厉害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 那么弱的一个队伍竟然进去了 非常非常夸张 还得到冠军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但是总是他如果没有努力 他没有抉择 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为止他已经连任第四任 第四任 这已经是比 财奇尔夫人还要藏的欧洲的领袖 当他这样开始世袭大胜 他有了机会 他把他能力终于展现出来了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 多难 但是比他难的 也有啊 我们再讲下一个例子 除了我们这位美尔可之外呢 你看 这我们把美尔可讲完好了 有很多人说 那这样的一个女强人 到底平常是怎么样 她平常也可以 她可以很强 也可以很温柔 所以很多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觉得 只要是女生很有能力 就变男人婆了 为什么 难道女性她就不可以有她这一面 不过德国记者是蛮坏的 然后特别给她照说 美尔可超级节省 2008跟2012 穿同一件礼服 她想偶尔才穿嘛 所以重复穿又怎样 重点是她这个人嘛 你看看 那她也可能穿什么 裤装 裙装都可能 对不对 她在一个国家的正式的参访 她穿的是裤装 所以当你这个人有能力 不论你穿的是裤装 不论你穿裤装 你只要把握这个机会 都有可能会有突破 但是这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来 并不是每个人都成功 那我顺道一讲 有一个人也学她欸 不见得会成功欸 巴西总理 过两届 巴西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那个总理呢 也是女生 然后她也想什么 也想 那既然Milker开球都没事 各位别忘了 巴西的足球队排名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喔 那郎中物嘛 我又是地主国 那还用讲 那冠军一定是她 所以那一天呢 她的那个总理 也学了Milker 穿了一个大红衣服出去 开球 各位知道结果吗 那一年的巴西 连巴墙都没进去 所以啊 不是都成功 大部分的案例是失败的 那今天给各位分享 人家的成功案例 好 那除了她 其实还有一位非常容易 Milker呢 我必须讲 她是一个 她是有结两次婚 那很多人问我说 郭老师她Milker 是重复性 还是重母性 我必须告诉各位 她的Milker 是她第一次结婚的丈夫的性 那很多人说 郭老师 你不是说她看起来蛮平等的 她怎么会留丈夫的性 这是我们对德国不太了解 德国的性是不是夫性或者妻性 是家庭性 也就是说当我结婚之后 我们家庭会共同选一个性 选不了就是抽签 跟我们台湾一样 好 那选了这就家庭性 所以她代表是她的家庭性 至于她离婚之后 她又再结婚 她要不要再改她原来的性 不一定 她可以保留原来性 或者做一个家庭性 那Milker并没有改 是没有改 所以这个跟什么夫性妻性 这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讲另外一位 因为Milker是没有子女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她可以放手一搏 但是这一位是有子女的 这个人是谁呢 纽西兰总理 哇 纽西兰总理 各位 这个英国女王呢 来 这个 就是纽西兰总理去拜访 林国女王 然后呢 这传统上 总理跟女王见面会穿斗篷 结果呢 幕僚就跟这位总理讲了 跟这个贾辛达 他之前很有名 因为纽西兰的抗议也做得不错 这个跟这个贾辛达总理就说 跟那个女王见面要穿斗篷 你不要穿好不好 他说为什么我不穿 他说没有错啊 总理是要穿 可是以前因为总理就是象征 斗篷就是什么酋长的象征 酋长 没有女生啊 所以总理以前也没有女生啊 你就不要穿吧 我说穿会怎样 我会带来不信 没关系 但是人家说 总理啊你忘了一件事 各位看这个图片上 我们这位贾辛达总理当时是 怀胎数个月啊 人家说对啊 可能对你自己本身事业有影响 更严重的是对什么有影响 胎儿 你不遵守传统的一些 这个离 那个这种习俗 会不会对你胎儿产生冲突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当我今天如果面对的 不是自身的利益而已 牵扯的又是你的家庭子女的时候 如何去突破 非常非常难 他想了非常久 而且他当时已经38岁的样子 高年纪有点大了 到底要不要生 如果穿了会不会害了小孩 小孩会不会出来有什么问题 左思右想 他终于提出他的勇气 我要突破这个印象 他就穿了 而且他顺产 他是少数有总理 在位的时候生小孩请产假的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像这些都是有一些要很大的勇气 要天时地利人和去做这些事 但是他成功了 那当然也让大家看到他的勇气 所以很多的纽西安的民众 就非常的对他非常佩服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来的 国内国外其实都有 但是在台湾难道现在都突破了吗 各位看 随便看看我们现在的 这种各县市女性担任一级主管的一个比例 各位可以看出来了吧 当我们女性要爬到越来越高越来高 最高的是基隆市 女性当然觉得是基隆 其实还有更低的只有6.1的 那我们说我们的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在哪里找一下 台北市在中间的中间的中间 非常低啊 你说守善自屈啊 那他的女性一级收账 应该高一点吧 结果没有 我们的人口比 我们的人口比 女生比呢是还多一点耶 我们的受教育很平等耶 可是当我们爬爬爬爬爬爬 最高的时候 那个玻璃天花板 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为了这样各位知道 为什么我们就开始推动很多的法律 就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去突破这些 我们非常非常少 各位可以看出来 像譬如说我学法律啦 我们就想到这个法官 虽然有打了40% 这是像我们在学校就发觉 其实会随着时代也会改变 现在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们班60个大学联考进来 9个女生 51个男生 我现在教大学部的大一的同学 如果是100个学生 大概是多少 大概60个女生 40个男生 所以你可以已经可以看出来 大概每一年法官考上 通常是连几年都一样啦 都是女生多 但是大法官还是很少 也就是我们在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层的地方 可能或许随时代改变 慢慢慢慢慢慢 可是它的那个进展 跟我们的一般性质的教育的进展 其实还有一些距离 还有一些距离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从家里开始 从家里再谈到职场 好 那我们先来跟各位讲 我们家里的家内事啊 好 来各位 现在大家都在家啦 我刚刚已经提了 防疫宅在家 最头痛就是家务 什么是家务 各位可以想 想要家务只想要开口吃饭煮饭 只想到这个除了煮饭 可能想要洗衣 各位有没有想过 家务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看看 家务 来 你只要要煮饭 就要什么 要煮饭就要先什么 这个字都有点跳到 你要煮饭就要先买米 买米要洗米 洗米要洗菜 然后还要煮饭 然后还炒菜 然后最后还摆好 对不对 如果洗衣服 要从洗衣服晒衣服 收衣服烫衣服 还要折衣服 你每样东西都有千百个 也可能 你们家水电费要不要缴要 你们家的电灯坏掉要不要弄要 小孩子要不要管要 家里要不要整理 千百个都叫家务哦 都叫家务 非常非常多的家务 那家务到底应该谁做 来给各位看看我们这位 我不是帮他宣传 但是这是他的广告 我们有一个主持人 律师叫谢震武 大家大概知道 那他在帮那个山羊洗衣机做广告 各位看一下 他广告词怎么讲 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认为 这么多千千百百的家务 到底应该谁来做 很多男人不知道怎么帮老婆洗衣服 有了这台洗衣机 就可以轻松帮老婆洗衣服 换而言之 我们的谢律师呢 谢主持人 觉得洗衣服是帮老婆洗 所以用洗衣机来帮老婆洗 所以意思告诉你什么 洗衣服是老婆的工作 有没有这样 有 再来看下一则 下面 感冒药 妈妈感冒了 全家都生活停满 好惨喔 爸爸跟小孩没办法出去玩 在那边吵吵闹闹 后来妈妈喝了感冒药 喂 来 喂所有的妈妈 你喝了感冒药 你下一个事情想干嘛 一定告诉我说 想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广告词怎么写 妈妈喝了感冒药 喝了就好了 马上开始整理家务 全家生活又开始可以出去玩 哇这个妈妈还满命苦的 这个是电视感冒药的广告 小孩赶快为妈妈喝感冒药 期望妈妈整理家务 我们谢律师买洗衣机 帮太太洗衣服 有没有 我们的观念里头 欸 这个好像是日常天天发生的喔 各位再来想 母亲节你想送妈妈什么礼物 你推估妈妈想要什么 父亲节你会想送爸爸什么 有时候你也想不出来 你问妈妈送什么 他随便啦 你开心就好 很多妈妈都是这样 很多妈妈说送一张卡片 结果你真的送一张卡片 但是你说好好我上网路看看 到底母亲节在促销什么 各位 这个我们常常一些通过电商 电商母亲节促销商品 对妈妈的前三名叫什么 让各位猜 吸尘器 电锅 饭锅 加洗衣机 你问妈妈 十个妈妈 九个妈妈说 那个不是我要的 对吧 所以 这就是 一直告诉你一件事 洗米煮饭 洗衣服 打扫家里 都是妈妈的天子 父亲节在一个多月会到 各位给我再去看 父亲节电商促销什么 按摩椅 因为爸爸很辛苦 给他刮胡刀 要他的面容很好 不然就是给他衬衫 没有人送父亲节 炒菜锅 饭锅 加洗衣器 也就是 当我们一个刻板印象一直复制 告诉你爸爸要做这些 妈妈要做这些 她的角色是怎么分工 所以很多的母亲就非常非常的哀怨 甚至 就算她不是父亲母亲 她们搭结婚之后 如果你的家庭到底该怎么分工 当一个女生拿的是一个杆字 你想的就是拖把 当一个男生拿的一个杆字 你想的就是什么 就是高我付求款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不断不断复制 不断不断复制 那到底我们这些 而且各位 如果你问女生 家事这么多 尤其现在小孩又宅在家 可能你常年我上班好累 不要叫做家事 然后这个太太可能说 你上班累我也累啊 难道我就不累吗 所以各位就知道 尤其疫情宅在家就很可怕 两个都累 到底谁该来分工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面对这个东西 其实我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的各部会也做一些研究 刚刚那些可能是广告词 可能会流于比较极端 内政部就去统计 到底今天一个家务是怎么分的 各位回家最常做的三件事 到底是什么 内政部想了想 做了很多的问卷 最后统计出来 女生回家最常做的三件事 各位看 叫做洗米煮饭骂小孩 各位看到了 也就是她回到家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洗米煮饭 然后 为什么骂小孩 因为她可能不在骂小孩 可能在骂先生 为什么 因为她在煮饭很辛苦 就小孩跑来跑去不好做功课 当然骂小孩是文言 白话文 文言文叫照顾小孩 各位反观先生回家 最常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都不是这些事 你看她百分比都很低 就是什么 喝茶 开电视 看电脑 现在还加一个叫看手机 她最常做的家务是什么 看一下 第一名最高叫做修理水管 各位你们家水管天天坏 所以可以看出来 她第二名叫做倒垃圾 所以给各位看一个非常有趣 我们某一个县政府 市政府 她就知道了 我要宣传性别平等 要怎么宣传 要让男士听得到 所以呢 我没有做出来 我没有做出来 譬如说各位如果有兴趣 如果有没有住在桃園的一个朋友 告诉我 桃園垃圾车外头挂什么 家务要分工 垃圾要分类 也就是认为男生呢 都是这时候倒垃圾才是最大的家务 那我问各位 难道统计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双新家庭越来越多 甚至有很多 明明就是担心 就担心家庭 可能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她这么辛苦的做这么多家务 可是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当看到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完全觉得你在家那么险 你在家都没事 这回宅在家你就知道事很多了吧 所以你会觉得你根本没事 你在家 你不知道外头多辛苦多累 其实外头外头的累 家里有家里的累 但是我们常常就忽略了 常常就忽略 所以各位到底该怎么办 各位慢慢想 当我们很多的NGO各种团体 大家就在想 那这个家务 难道我们要法律以后规定 一三五太太煮饭 二四六先生煮饭 你拜天吃外面吗 到底今天在推动 落实在家庭里头的性别平等 我是要用一只手伸到家庭 规范你们家要这么做吗 好像不行啊 到底我能做什么 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 把尽可能的家务都让男生女生都可以做 举例而言各位来看 家内的分工我没有办法处理 法律能做的事情叫做 减低从事家务的障碍 那怎么减低法 来我们慢慢来看 哺乳 哺乳到底是不是家务 育儿嘛 育儿是家务 小孩张嘴要吃牛奶 要吃母乳啊 当然就是家务 所以呢 哺乳需求 各位如果观众有在听 各位如果你是男士 你觉得 爸爸可不可以哺乳 很多说老师开玩笑 爸爸没有那个可以哺乳的地方 我说你觉得怎么哺乳 难道不能有奶瓶吗 尤其现在日本人也发明那种 还背得像母乳那种 而且难道哺乳一定哺母乳吗 当然哺母乳对小孩是好 就算是哺母乳 也可以用奶瓶 换而言之 我们不是告诉你 妈妈不要去哺母乳了 没有 我们要讲的是 让不管是妈妈 不管是爸爸 想哺母乳的可以哺母乳 想要用牛乳也可以 那不一定只有妈妈可以做 爸爸也可以做 哺乳不是只有妈妈唯一的可能 爸爸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我们常看到 很多很多的一个男性 有人来跟我抗议 他说郭老师 我要带一个小孩 去公共场合 喂个牛奶 我就看到这个了 写一个哺乳式 旁边还写一个男性物竞 我进去会被打咧 我小孩要喝奶 一个爸爸想要带个小孩进去哺乳 被丢出来 换而言之这个mark是对的 但是它是在鼓励 亲自捕育母乳 这是一种选择 但是我们要提供的是有多重选择 不然就变成只有妈妈可以做 这张呢是新竹的一个mark 他就哺乳是友善 换而言之这个 当一个人在哺乳的时候 最怕就是被隐私权暴露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人进去 就把门锁了 那隐私权不会暴露 或者是你每一天间隔得很好 隐私权也不会暴露 爸爸也可以进去啊 为什么他不行 爸爸当然也可以哺乳啊 所以这就去想一想 当我们没有其他的去配套的时候 结论就会变成什么 就变成剥夺了一方 他本来有意啊 要帮忙 要做这些 这个共同照顾子女的这个责任的时候 我们直接法律的手伸下去告诉你 男性物警 OK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到我们了解了 不育母乳是爸爸也可以的权利 我们就思考不要剥夺他权利 所以要让他也可以 那甚至帮小孩换什么 尿布 你的mark里头 如果只有妈妈才可以换 那爸爸觉得 那我带小孩出去 他尿湿了我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开始都是有在不管男厕 女厕都有什么 都有尿布台 都有亲子厕所 所以各位慢慢可以去思考 我这个 这个才是一个我们法律人一直想说 我没有办法管你家务如何分工 但是我可以处理的是去减低你 这个分摊家务的时候的障碍 那尤其是在家庭以外 那这个像这个我们这个正大的刘虹人教 就是曾经在这个报纸上就投书 他就说他带他小孩呢想去补一个母乳 结果呢就被人家赶走了 所以他认为真的是 所以各位知道不要去剥夺这个权利 何况我刚刚有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进步的法律 包含这里所提到的CITO 也都告诉你说 哪有妈妈才可以哺乳 爸爸也可以啊 你不应该限制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去思考 所以我们法律做了什么 各位可以看出来 性别工作评论码第18条 他直接白纸黑字写 子女未满两岁需亲自补脊 但脊乳也只有妈妈才有 因为乳脂就在妈妈身上 除规定休息时间 因每日令给补脊乳时间 他的立法修法理由直接写 以其强化男女共同补育子女之子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在性别工作评论法 白纸黑字把它推进来了 爸爸也可以哺乳 大家有勇气 其实爸爸哺乳有时候 哺的也蛮不错的 像我的小孩 有妈妈哺乳的 也有爸爸哺乳的 我有两个小孩都长得壮壮的 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 如何借由法律来协助 家务分工的平等 不找很急的做 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去除它的障碍 所以协助父亲有足够的 一个协助 社会要提供足够的协助给父亲 这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父亲是愿意帮忙的 你虽然愿意帮忙 但是我的协助不足够 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来给各位看 各位看到父子还不错吧 父女呢也不错吧 我想说不管生儿生女都好 父子 父女 父女 感觉都是很温馨的画面 但是 当你今天是一个这样的爸爸 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 小 可能是幼稚园小班 中班的小女生 去上厕所 问题就来了 我们都鼓励 爸爸 儿子 女儿 你都可以带 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但是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觉 我的推动的协助不够 子智云在尿布台 金智云在哺乳市不够 我们该再做下一步了 各位已经可以慢慢看到 台湾已经很多很多的公共设施 做了这些东西 我讲这个故事 这个哀怨的爸爸 他觉得很不错 就带了他的女儿去采买 所以就去了大卖场采买 这个女儿就像刚刚那个小小的 大概幼稚园小班中班 对事情是略懂 是懂非懂 OK 所以他就去了大卖场 去了大卖场 然后各位知道 现在当然不行了 之前大卖场都会有什么东西 各位可以知道 都会有试吃 这个小孩嘛 冬吃吸吃 结果吃一吃呢 吃坏肚子了 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要去上厕所 我肚子好痛 大卖场嘛 人生地不熟 就爸爸赶快拎个他 厕所在哪 各位知道大卖场 通常厕所不会太多间 就一个男厕 男厕 女厕 这爸爸就站在 站在那个厕所门口想 我到底要让我女儿去男厕 还是女厕 他就回想起来 他曾经 带过他女儿去男厕 结果一进去 那女儿就很好奇地 一直问他说 爸爸那些人都站在那里干嘛 他们到底干嘛 他头要探去看 这个爸爸吓死了 就赶快遮住他的眼睛 说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惨痛经验 他就想说 那我带他去旅厕好了 我在门口令他进去 没事吧 所以他就放在门口 你赶快进去 赶快进去 他就自己走进去了 上了一阵子没出来 这个爸爸就心想 都没有出来 他到底在干嘛 女儿 就听到咽咽咽的回忽 他左看右看没人 在想 什么事 这个也没人出来 所以里头应该没人 女儿还是叫不出来 他想说后面有没有门 想说被人包女儿给掳走了 吓坏了 他直接就做什么事 他就冲进去 冲进去他做了一个动作 这是人嘛 人都会这样 因为各位知道 女厕他基本上是一间一间隔开 然后底下大概都有点小缝 所以这个爸爸因为不知道女儿在哪一间 所以他就头低低的对着那个 各位可以想象 对着那个门缝这样看 然后一间一间大叫 女儿你在哪里 天哪 惨剧发生 除了他女儿之外 隔壁间还有人 完了 那个人呢 在里头听到有一个男生 从他的余光显然看到那个男生在 从这个底下的板子在往下看 吓得马上按警铃 天哪 我的女 我怎么女侧有一个男生进来 而且还在偷看 警铃一响 那个保全啊警察啊 就那个大卖场的保全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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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偷来了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哇 结果那个女生冲出来 马上订了他 你不要走 他当然不会走 他女儿还在另外一间里面 那保全觉得他好冤喔 各位可以知道 当我们鼓励 父亲仍然要有共同照顾子女 可是他冤枉到 他可能到那个地方会出什么事 会被告性骚扰 所以这里我们突然解决到一件事 在公共设施里头 推动性别友善厕所的重要 所以也特别是我们SITTO 开始施行之后做了这件事 各位最近就可以看到 从行政院的性别公众评论会 开始一直推动 包含公共的交通设施 从建筑技术管理规则 到各种公共场所 从机场到休息站 服务站都开始改了 也就是有一种厕所叫亲子厕所 甚至如果在原来的传统厕所没办法 他会在第一间做一个间隔 让这个不管爸爸或妈妈 带小孩进去都不会尴尬 这就是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不管是一些观念的宣导 其实更重要叫如何协助 想去分担这些家务的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角色都能够进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所以各位大概看到一大堆 各种的不管是爸爸不管是妈妈都可以带 所以各种亲子厕所 甚至有一些就用多功能 你无障碍的厕所 你也把亲子厕所等等都画进来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发想 如果各位观众呢 你们的这个事业单位还有空间 或许可以去思考 如果你特别是一个公共场所 这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好 那当然这个 虽然只讲到说一些协助 我必须讲下一个 我们在推动民法 跟所谓的保险相关法规的过程 我怎么样把刚刚郭老师讲了非常非常多的 让这个大家夫妻或者父母 大家呢 甚至大家共同生活 各种伴侣 大家能够在家庭的 这个立于平等的地位上 对你做的这些家务 我都能够肯定 那这个非常重要 怎么去肯定 那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就开始推这个东西 就是让夫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合伙 大家共同组一个生活 那特别是很多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妇 或者可能是 有一位为了做家务比较多 他可能或者薪水会比较少 或者部分工时 怎么样让这些家务 能够有被肯定 不信各位我在很多地方 跟很多的比较家庭主妇呢 就是做一些读书会等等在讨论 我常常就问他们说 你这个衣服穿得很漂亮 很奇怪 他的直觉会回我一句话 打折买的 我就会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告诉我打折买的 也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 他在超时家务 他不敢花很多钱 因为他认为这个钱是私房钱 是偷来的钱 是不能够正大光明说 我需要漂亮衣服 我去买一件衣服 那事实上他不一定真的是打折买 但他就不敢 因为没有让人家觉得他今天超时家务 是值得被赞扬的 他应该有一些钱 就像各位我们如果在外头 像我家是双心家庭 像我工作我自己赚了钱 我要买什么就去买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夫 那这个应该写家庭主妇 就会觉得我好像没那个价值 我不应该有这笔钱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贬低自己 觉得自己没关系 我只要有三餐就好 然后我可以云用的钱 就是在我的生活费多出来 那一小点给我用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有多么样的卑微 那在二十几年前呢 我们觉得这样不行 也就是在民国九十一年 在之前 在这个法案 其实是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有 大家就开始一直想推 第一个先肯定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夫妻之间 来看这个 既然是一个合伙关系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夫妻怎么建立 有的人去外头工作 有的人从事家务 或者呢大家共同来去分摊 建立家庭生活费用 换而言之去告诉你说 你就算去没有去外面赚钱的那一位 家里的所有东西 没人做就是什么 不会有人做 所以必须要有人做 而这做的人是有价值 做的人是有价值的 各位想想看 像我们现在不想煮饭 大家宅在家 你会做什么事 叫外卖 外卖多少钱 对不对 不想教小孩子呢功课不会 上安心班 要不要钱 这个衣服不想洗 送洗衣店 要不要钱 要 等等等等 当你不做 其实他都有可能需要花费的 所以这里告诉你说 当有人去做 让你减少这么多花费 而且他是带着爱心去做的 他给你的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除了去推动 这一条的一个修法 叫做家务劳动的肯定 更重要的 让这些从事 这个夫妻他可能 特别是他没有自己的收入 得协议定数额 供夫获妻 自由处分 什么叫自由处分 你不要管我 就要去买一个很奢侈品 都可以 这才是人性尊严 各位可以看出来 法律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们家家务要怎么分 谁有本事谁去做 但是法律告诉你 你做了我肯定你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减少你的从事家务的负担 减少你的阻碍 但是你做了我给你价值 这个是在早期我们就去推了这个 好 那接下来一个更严重 推推推推推 可能 你可能生老病死 可能离婚 如果你是跟你的配偶 忠老一生 他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就是他的钱 对吧 所以他领的退休金就是你的 但是很可惜 你如果没有跟他忠老一生 我们的民法的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就告诉你说 如果没有办法忠老一生 我让你可以请求 剩余财产分配 也就是呢 当你这个钱 这个钱 你这个要离婚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请求 你们的财产除以二 一人一半 剩余财产分配 好 那这当然这历经在 1030条之一 其实是在我们民国 74年就已经历 那我后来参与的一个东西 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 到底你今天谁可以来请求 剩余财产分配 先生或太太 两个人共同努力创造的 或许我现在也不能直接讲 先生太太 我们这个同文法通过 应该叫做配偶共同创造的 那这个如果要离婚 可不可以外人来请求 剩余财产分配 各位我们做了两度的修法 而这一条 大家社会在犹豫来犹豫去 总共修了五六遍 也就是常发生 尤其现在大概世界 貿易往来很频繁 所以有些人会在外国 从事贸易啊工作啊等等 甚至长期不回家 所以我碰到一个好几个个案就是 太太在家非常辛苦的 开小吃店 养大了小孩甚至买了房子 这个先生不知道是因为生意做失败 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在海外工作 甚至降白了有点抛家气质 欠了一屁股债 结果他回来呢 因为太太长时间 他们其实已经夫妻也没感情 那先生回来做第一件事就是说离婚 太太想反正也没感情就算了 当他决定离婚办完离婚的时候 有一群人跑来了 那一群人 我们的白话我们叫讨债公司 文言文叫气管顾问公司 可能就来了 他做什么事 他就说你先生欠了一些钱 现在我帮他请求剩余财产分配 哇这个太太突然就脸绿了 找他先生来说 你怎么可以来跟我分这个钱 这是我辛辛苦苦 你在外头付了债 你没有付过任何家务 怎么可以呢 所以后来 法律就把它改成专属 不得让与或继承 换而言之 只有谁有权利来请求夫妻之间 他们所增加的财产价值 就是夫妻或者我们讲叫配偶 外人无从要求这个钱 去肯定我们非常重视你们的价值 所以不得让与 历经只是修法 我们现在还是不得让与或继承 最新的一次修法更重要 因为说真的 如果他还是可以分 然后你说如果显示公平就不可以分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法律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立法院就开始说 有些人呢 真的就是对家里真的没贡献 他的没贡献可能久久都没有回来 也没养过家 然后来分这个钱 那他不是外人来分的 就是这个夫妇妻这个配偶来分 那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法律就去修正告诉你说 如果你对婚姻生活没有贡献也没协力 包含没出外赚钱 或者你在家做家务也可以的 那你这时候分配就要什么公平 如果他有做你就要公平 如果他没做我就可以把他扣掉 但这个有时候蛮挑战的 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故事 不过那个法院还在判决中 那我就用口头讲那个故事 他就讲一位学医的一个男性 跟他太太结婚之后 这位学医的男性都没有出外工作 而这位太太都出外工作 但是他的可能获得的金钱 没有像从事医学这么高 那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要跟他太太离婚 然后他就说 这个离婚的理由是这个先生 没有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没有贡献 因为他不去外头赚钱 后来法院就判不准 为什么各位知道 他先生所有的家里的家务 全部是他做的 所以这也就是挑战我们 一个夫妻之间 配偶之间 各位的家庭的一个生活费用 家务怎么超辞 是你们自己去协调 法律完全不管 但是只要有做的 有贡献的我都肯定你 但是你没有做没有贡献的 我就否决你 你想去请求剩余财产分配 我也不给你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在民法的推动 民法推动还没有完 各位知道吗 在我们中华民国 大家退休后 很奇怪 其实台湾人很会存钱 但是呢 退休后保障生活的最大笔钱 竟然还是退休金 那这个退休金 是挂在我名下 挂在我先生名下 挂在你个人去保的 各位你 如果各位是公务员也好 是老公也好 都是你个人去保 请问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夫 他如果在先生退休 或者太太退休之后 甚至还没有退休之前 跟他离婚了 他的退休金 可能他唯一剩余财产分配 唯一能分配的叫退休金 可不可以分得到 这件事情 国家又注意到了 那我们大家又开始去推 也就是 就是配合着我们 消除对妇女性行事期 和行事公司公司的推动 我们在 几年前年改的时候 开始注意到这一块 就是说 怎么样让他真的 不是只有 应该能够真正拿到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 怎么分 怎么分呢 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我这个跳出来 在我们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 修法的时候 也就是年改的时候 就特别放进来 放什么 如果你已经结婚两年 当然要有一点时间 如果你退休 又很不幸 你离婚 不论是退休前离婚 或者退休后离婚 我们会照你婚姻的长短 那个退休金 会等比的分配 换而言之 如果你结婚真的蛮长的 最高 我们这一些 这个被保险人 退休金有一半 会给你的配偶拿走 互相都可以请 互相有在公保的 有在军保的 有在教室的 那老保 因为法还没有完全修 未来也会修 互相可以请 好 你的退休金 我可以拿一半 我的退休金你可以拿一半 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夫 直接就跟他的配偶的 就直接 如果年资比较长 结婚年龄比较长 直接可以拿一半 这一块很多人 气得不得了 说退休金就是我的 我的配偶怎么可以要 可是刚刚郭老师讲的 漏漏洞在一大堆 是要跟各位讲什么 难道你能够出外 安生立命 赚这些钱 不是因为有一个人 在家里 让你创造你这样的财富吗 当然是啊 所以就可以请求 如果一次金 就一次除以二 如果年金 就每个月除以二 所以各位 看起来好像有点 提醒各位 要离婚之前想清楚 这也都是算在里面 那这也就是我们在推动 这些法律的很多的 每个人在想 社会的精进 如何我们到底法律这条手 如何进入家庭 如何保障一般民众的生活 它是非常难 尤其我刚刚就有讲 到底外人 这个先生欠了 或者太太欠了一屁股债 外人可不可以来带领这个钱 因为那些借钱的人也就很哀怨 我为什么不能要 我也是看你家有那个房子 我才会借给你 问题就重点是 那个是 这些财产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 我们要不要法律允许外人进来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 从民法到我们的公务人员 退休抚恤法的一个修正 其实都有它的脉络存在 甚至刚刚前几张投影片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速速的略过去 我们的CITAL公约 大概都有去提到这一块 怎么去肯定 去肯定这个价值 OK 来 让各位稍微看一下 嘉玲讲完了 我们来讲那个工作职场 刚刚说那个女人是我 那六大二人 那个二人也是我 让各位清楚一下 郭老师最近头衔还蛮多的 那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学类词 也就是呢 我们有一部法叫 现在叫性别工作平等法 那这是我从德国回来 民法我也有参与推移动 包含自由处分金 刚刚那个家务劳动的肯定 那些东西都有採取 性别工作平等法 是我投入又更深的一部法 就因为投入太深 就变二人了 那刚从德国念书回来 就要有一个机缘 那这个立法院 本来是在民国76年 开始就有性别工作平等法的 第一条通过 也就是在民国76年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草案 那应该第一条通过是1997 就各种草案跟着民法的意思进来 那我回国之后呢 就有一些NGO跟立法院 就来跟我接触 郭老师你要不要来看看 能不能帮什么忙 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请我帮忙 他给我当时的理由 因为我第一次我非常害怕 各位知道为什么害怕 因为当NGO提了一个 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的时候 各方团体统统提了 总共提了九个版本 每一个版本都几十条 他来说郭老师你可不可以来担任召集人 来把九个版本整理成一个版本 各位要推动修法 因为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学习 真正去推动修法一个法 从没有到有 大概是第一个 就第一次我真的投进去投这个法 那后来大家陆秀很多个法 那该怎么办呢 因为刚刚的名法只是部分条文 我本来想推辞 他跟我讲了一个理由 让我没办法推 因为当时我怀孕了 他说郭老师 你最感同身受 因为你刚好怀孕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没办法拒绝啊 我确实怀孕啊 所以就接了这个工作 那接了这个工作呢 九个版本要整合是非常难 因为社会还没有 既然会变九个版本 各位知道社会没有那个共识 那该怎么办 那每一个立委 每一个立委 都有一堆人联署嘛 动不动就来问我说 郭老师我那一条 我们在里面 每个人都来问 你的压力挺大 我们后来都不敢在立法院那边开会 就躲到台北大学某个地方开会 我做了第一件事 怎么整就算了 把条文名称男女工作平等法 各位男女工作平等法 改成两性工作平等法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知道 为什么会停滞这么久 这个男女工作平等法 那个提案应该必须讲是1987 这个写错了 是1987 不是1997 这个问题 也就是停滞了快要10年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原因就是 当你提名叫男女工作平等法 有一堆立委说 为什么不叫女男工作平等法 对啊 不能叫男女叫女男 叫女男 也有人跳出来说 为什么不叫男女 所以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我就是把它改成 两性工作平等法 你总不会跟我吵了吧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郭老师 除了两性 没有第三性吗 但是各位知道 在当时的时空 用两性 已经是一个突破 我不称男女 至于你觉得你是男还是女 你就自己自动靠边站 我们还没有那个勇气 到2008年 因为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 他才通过 当时就出现 大家已经开始在思考 有非常非常多的多元性别的人 是不是应该放在里面 所以就当时 因为性别平等教育法改变 我们才在2008 改成性别工作平等法 各位从名称就已经看出 观念的改变 不是只有男女的事 不是只有两性的事 而是任何性别平等的事情 都放进来 所以但是这个法整合 在强力的压这个游税 终于过了 过了之后呢 报纸就在那一年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过年的时候 没新闻 就直接说 十大惡法 那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 是十大惡法之首 所有企业都反弹 为什么惡法 因为增加企业成本 那因为那个是惡法嘛 那我们整合有六个人 所以我们就是被点名叫六大惡人 然后我又是惡人之惡 因为是召集人 尤其哪个被打批判 叫做生理价 生理价当时报纸写的 但事实上有没有 根本没有 报纸写会增加企业一百亿的成本 一百亿喔 各位知道多少 为什么 她说 每一个女性劳工 一年可以请十二天 十二天的日薪 那乘以所有的女性劳工 所以要增加一百亿 各位观众 如果你是女性 你有请生理假吗 有 但是不是那么多 那我其实蛮感慨 我一直在想 是受雇者请生理假多 还到底是哪一个阶层人 作为去请生理假 各位 我除了担任过法律学院院长 其实我担任过系主任 有一次我非常惊讶 因为你知道吗 学生都会请公假 请生理假 就是不想上 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会去请 那这个系主任不太尽责 因为说真的 学生请 我觉得受教权是 他们自己自己要去衡量的 学生请假 我通常就把假单 就一点收好 就放抽屉 我从来没有去看 因为你就请吧 那过一阵子就翻一下 有没有异常 有一阵子我就一翻 我天哪 有好几个学生不断请生理假 而且竟然可以 一个礼拜请一次 这一斤非同小可 我马上去问这个助教说 找那几个学生来 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 助教就跟我说 系主任 你真的不懂吗 他身体绝对没问题 他只是想说老师反正都不会知道 所以他跟不同老师 请不同的生理假 他其实根本没怎样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当你一个异常的去请生理假 很多是点出来 你可能对你的上课的态度 或者异常会请生理假 可能对你工作的态度 可能是有问题的 可是当你因为他有可能有问题 却让那些不能请 那些有需要请生理假的人不敢请 这就很 这就会影响更大 将不将生理假这件事情 其实我非常为难 在我们推动性别平等的相关法治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外国能 台湾能不能 我们常在想说外国能 台湾就能 哇 生理假我真的蛮难 我在德国念书 我们招六个委员里头 有些在美国念书 还有人从日本念书回来 我们就开始讨论 德国有没有生理假 我第一个问我自己 翻翻法跳 没有啊 德国没有生理假 我永远印象深刻 我同学 因为德国人念书都比较久 那我们念博士班 当然他们都很久 生产完三天 我在马路上看到他 台湾人生产完三天在坐月子 我看到他 我说 你要去哪里啊 他说他要去跳舞 我差点没有晕倒 他要去跳舞 我觉得他是吃了那个什么 什么特殊的那个什么 大力丸还是什么 我说你吃什么 他说他吃起司 就没有特别 可是他竟然生产完三天 他们在生产完三天就得出院 然后就开始复原 他真的去跳舞 我不可理解 可是他们的产假比我们还要长 原来他们的产假是要自然复原的 但他没有生理假 因为我问他说你们会生理痛 不太会 有点痛他们就随便吃了止痛药 他们竟然也没有生理假 所以德国没有 美国没有 美国没有 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有了 日本 我就问日本人说 日本刘秀怀 日本有生理假 而且日本的生理假是来来回回 有时候放有时候没放 现在又放进去 原来日本呢 我说请生理假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日本女生现在又会改变 为什么又放进来 因为日本 他拿掉的本来的理由是 因为日本女性就是结婚之后 还继续工作的并不多 事实上他们工作的年限是比较短 那他们甚至很能忍痛 真正肚子痛 好像也不敢去生理假 真的国情 所以我就没得参考 这下我就问一件事 就去问那个副展科协会 问一下 但我台湾女生 需不需要请生理假 副展科医学会给我的答案是 不要管别人 台湾女生 因为生理痛的比例 确实蛮高 我觉得可能或许跟饮食或什么有关 我们不知道 所以如果能够给她这个假 是有必要的 我就得到一个台湾的实证的研究 所以最后我们的follow 因为就把整合版嘛 就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没这么简单 你看企业反弹啊 企业反弹啊 就告诉你说什么 这叫天王将 不开心就请 多少的雇主都在弃这件事 就不愿意给请啊 那这个劳工局就盯着你 你为什么可以不给她请 那很多老板 我给你请啊 但是我要求什么 你看她就说 我怎么可以给你请 平时都没事 月经来就会痛得要死 真的吗 各位 月经到底是不是病 月经不是病啊 她又不是生病的人 她平常好好月经来痛 这医学上是可能的 但是很多很多的那个不解就出现 所以后来我们怎么办 老板说好啊我给你请生理假 但是请你做一件事情 给我相关证明 老板说你去拿个医生证明 你病假不是要医生证明吗 你拿个医生证明啊 各位有哪个医生会给一个 生理痛的人开是那个生病 不会啊 他给你开 你通常就是去药房买止痛药 医生如果除非你有其他生理毛病 不然的话他给你的是神经痛 也不是这个那个 精痛的证明 更有老板更夸张 不然这样好了 我就请另外一个同仁 跟他去厕所看看 我去南部那个 那个经贸园区演讲 有个老板跟我说 我说这叫人性尊严 他说那他如果像那样 平常都撞得要命 那身体痛就假装 我说如果他假装 或许你可以从他其他我们怠惰看得出来 好 各位知道这一条摆着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后来我们没办法 觉得不行啊 这样子这个 这个为德不足啊 很多女性根本不敢请 因为她觉得 我请个生理假 同仁还要骂我 后来我们只好做什么 就修正 这里也就告诉你说 不可以要求其他证明 其他的假可以要求 生理假不可以要求 他提出来你就要给他 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是在103年 从91年一直推推推推 推到103年 从不要给了这个假 从不要证明给到不要证明 一直推一直推 甚至告诉你 生理假不是病 一开始的写法 因为为了企业的着想 所以说每个月的请一次 那病入病假 结果所有的老板都认为就是生病 所以就是病假 所以认为你有病 所以才会要求什么医生证明 那这样不行啊 所以后来就修正 修正什么 你那个不是病假 我直接告诉你 你就是什么 没有超过三天的 不用记录病假 直接告诉你就是另外一个假 但是超过三天 也就是还有九天 让你病入病假算 其实是考虑企业的成本 是考虑企业成本 那到后来觉得这样更不行 你们好像还是没有搞懂 所以最后就直接告诉你 不仅三天另外记 告诉你有病入没病入的 都是他不是病假 就是给半薪 就是给半薪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从一个生理家 在性别工作平台 非常非常多的规定 那整个修法的历程 让各位可以看出来 怎么样的能够符合企业需求 劳工能够看得到请得到 也符合社会的期待 这都是不断不断不断的 改变进来的 才有今天各位看到的样貌 这是性别工作平衡法 有关于生理家的一个修正 那接下来来跟各位讲 这几年更夯的 性别工作平衡法 各位真的是要注意 几乎一阵子一阵子就修一下 因为随着我们这种社会的发展 有很多很多立委 特别喜欢修那个法 那最近我们修最多法的 就是有一个法叫CITO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这也是最近我隐漠 比较深的一个东西 怎么样让这些所谓性别平等 在我们职场 在我们的家庭 一个一个落实进去 那当然这个CITO主要的修正 它是要从职场 从家庭开始做 尤其像很多刻板印象 当一个女性在家庭可能没有被 她做的家务不被肯定 其他职场上有被肯定吗 也就是我刚开中明映 给各位看很多玻璃天花板 这个各位看到荧幕上看到的这个 这是一个海报 这个海报在前年造成轩然大坡 也就是呢 这个新北社劳工局 他呢请了小编去做 各位知道小编有时候 没有上过性别平等的课 真的不知道 他就只是一个非常关怀的 他其实好意哦 关怀因为发生了职灾 如何让同仁重返职场 那这个经理呢就跑去看 跑去就是去拜访他 去拜访他呢 然后呢这个 这个 因为他摔断腿 你看腿就摔成这样 那他们的对话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同仁就很不好意思啊 就说我请假这段期间 一定把待班的人累坏了 真不好意思 对不对 就是基于我们的一个 觉得不好意思 接下来他的对话是什么 还好啦 到底这位女士原来做什么工作 大家分摊你的工作 我看报纸 喂 他本来是一个同仁 一般的同仁 竟然把他工作贬低成 我帮你看报纸 张小姐帮你打电话聊天 李小姐帮你和经理打钱骂俏 各位看出来吗 也是同样在公司上班 但是他却把上班的这位同仁的工作 解读成毫无价值的 看报纸打电话打情骂俏 事实上可能不是做这些 但是他当一个玩笑在开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贬低一个女性同仁 在职场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会说 职场上看起来 我们的法律性别工作平衡法 都已经通过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我这样呢 还是有 因为当你没有去肯定他的价值 就会出现这件事 所以可能该受训 也不会想让他受训 然后就是说 你可能有家庭的一个分担 让你没有办法做很多事 所以这个都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去想 包含就会觉得说 你看各种广告 就是男机长女空服员 男医师就女护士 男老板就女秘书 换而言之 他老是觉得比较难 比较复杂的是男性的工作 比较简单的 好像就是一个女性的工作 这样的不断的贬低 使我们在性别工作平衡等的落实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 那甚至这个贬低有几种成因 一种是我单纯刻板印象 有一种是传统习俗 那推动这些法律的修正 更是血泪式 各位来看 这个法的修正 传染 各位 当然我们现在商传很少 可是有阵子商传非常多 女性到底可不可以在船上工作 未满18岁及女性船 不得在晚上8点及早上6点之间 更早以前 女性连船上都不能工作 除了发生海难 所以一个女生 她只要到晚上8点到早上6点 她的地位就跟一个未满18岁一样 认为危险 真的危险吗 现在的船这么发达 尤其各位知道 很多女性船员可能是护理人员 尤其现在很多商船 商船都吃着喝喝 你绝对不能在晚上8点以后 去敲那个护理船员 如果她是护理人员 敲她的门 因为她绝对不能开门 因为晚上8点到早上6点不能工作 也就是你想保护她 叫过度保护限制工作权 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相关的法令里头 有非常多的法令 对女性感觉是不平等 其实是好意变恶意 想保护她 但是如果你问很多女生说 我不危险啊 我当然可以做 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各位知道 再看这一条你就懂了 女生如果是怀孕或生产后一年 或在生理期间 不可以从事危险或有害工作 不是生理期危险有害可以做 但是一到生理期 就危险有害不能做了 其实生理期不是危险 生理期是不方便 不方便这个女性同仁自己可以决定啊 大部分女性同仁没有不方便 但是哪一个老板敢雇用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生理期 所以我干脆不要雇用女生 那这个就不是单纯的保护咯 这就是一个什么刻板印象 觉得女生到船上工作 尤其是生理期是污秽的 会有发生不幸 不幸各位看 这个是坊间常常流传的 拜拜 我的学生呢 现在好像高考要延期 他们最近有不知道 进入六月就是那焦虑期 为什么焦虑期 因为他们要考律师 考司法官 那个时间就到了 然后都会拿那个准考证去拜拜 然后呢 要拿到准考证才能拜 就偏偏生理期来了 学生就问说老师 那我要不要去拜 尤其我们的学生 很喜欢拜那个灌公 他全问我要不要拜 其实推动性评的法律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力 我只能跟他说 你自己考好不好 就自己决定吧 干嘛要去看他关公 好像是你没拜就考不好 但是这个东西就点出来 为什么 可能在别的场合 我们机会再来谈 这些禁忌哪里来 怎么去突破 因为这样 所以当然觉得女生 你怎么禁忌 你还敢到船上 各位看到了 那这个法要不要修 当然要修 我刚才有说 因为我们推动这个所谓的SITO 你剥夺女生的工作权嘛 所以因为SITO 就把船员法的这个就修了 怎么修法呢 就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因为他这样 就把他全部删掉 只留一个就是怀孕 怀孕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慢慢走上一条路 怎么去让这个法律更前进 再来看这个 坑道内女性不可以工作 这件事情 我投入更深 也就是刚刚前面船员 反映SITO的修正 再加上我们现在商船 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禁忌 大家会觉得 再说我们船上都是拜马祖 马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误会 所以大家慢慢慢慢去修了 职安 就没这么简单 特别是这有一个叫做 不可以在坑道内工作 一定重量也不能做 一定重量也不能做 很奇怪 好像女生只是生育的工具 不具有生育能力就没关系了 就是完全的把女生扁低成 只是生育的工具 好那前面怎么修 坑道内女性到底可不可以 那这个东西我印象非常深 为什么 因为为了这个法的修正 我起码在劳动部 以前叫劳委会 开过五六次会 一开始我从德国回来 就不可思议 这个违反性别平淡 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在坑道内工作 因为当时爆发了好几个那种 尤其我们刚才捷运有一些坑道 发觉捷运工人没有任何女生 因为那时候爆发一个很严重的 无导症的职安的事件 我说你为什么都没有女生 他就说 女生当然不能在坑道内工作 因为女性如果在坑道内工作 三神会生气 会塌了 后来想 是因为那个地质破碎会塌 还是因为女生去工作会塌 但是我也不敢讲 为什么 除非你自己进去做试试看 那谁都不敢讲 这时候真的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要勇气 各位 我们后来 开了几次会都没有结果 因为没有人敢下这个决定 后来为什么改变 一个很重要的又开会 是因为 我们后来历任的交通部长 还有921重建 有很多坑道的工作 隧道的工程 那个执行长 交通部长 历任好几位女性 郭瑶琦 叶菊兰 都是女生 从而没听过他们进去坑道他啦 包含那个血税减彩 他进去也没他 劳动部又开会 这时候就很多的工程师就开始具体讲 绝对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郭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在里头很热 所以穿的很少 我说我知道很热穿的很少 我们甚至打赤膊 他问我 那如果女生怎么办 我说他也可以穿的很少啊 好了这件事情就当做 大家说好吧观念大家慢慢改变 过一阵子又开会了 他就说你知道吗 我们好多工人得到舞蹈症 因为进去出来 进去出来得到舞蹈症 因为进去要增压 出来要减压 很多的工人一两小时受不了 要出来生理需求 或者要抽烟 进进出出 结果膝盖全部 关节都松掉得到舞蹈症 所以我们后来就说 坑道进去到出来都算工作时间 所以你不要进进出出 我说这样子对来很好啊 他说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吗 郭老师 我们进去到出来可能八小时 那我要上厕所怎么办 我说那就上啊 说郭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都面壁思过 我说什么叫面壁思过 我懂了我终于会议了 原来他们白话文叫水地大小便 我一件文叫面壁思过 他问我那女生怎么办 我就是问这劳动部说 为什么这么没人性 为什么让这些坑道的劳工 是灭壁思过 我们的劳光安全卫生法 当时叫劳光安全卫生法 明明就有说你要提供 简易的卫生设备 原来大家都没有好好去落实 后来劳动部就老简啊 不行啊 要做啊 然后刚好也103年 也刚好配合着我们CITO的施行 这部法就修正了 那你对我配套 女性要不要选择 进去那里工作是她的事 而不是阻止她去做 所以各位知道 这个都有很长的路 平等大家都可以当口号讲 推动跟落实需要时间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不然有中华民国两个人一定会失业 一定重量不能做 许淑靖跟郭幸存 对不对 他除了举重 他是不是最专长的举重 就是他不能做呢 所以这后来就改掉了 就改做职业安全卫生法把它弄掉 那当然各位可以知道 有很多刚刚在讲说我们留的东西 大部分就是怀孕 怀孕一直是对女性工作权的一个蛮大的阻碍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CITO里头就有一个叫做 暂行特别措施 他特别讲 那如果暂行 如果是短暂的 我就用暂行特别措施 譬如说鼓励女性多参与一些工作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CITO的第四条 第二条 这我都把它跳掉 我们时间有关系 可能这个我先不谈略看这个 对一个怀孕女性 我到底在法律上要保障到什么 因为刚刚有讲如果她没有怀孕 基本上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她如果怀孕 尤其各位如果是各位观众 如果你是公务员 你有没有常听到一件事 女生怀孕考基就变好了 一定很生气 尤其你知道吗 我当过好多个主管 每次打考基 是我心中的痛 学校都会说 阿尼书馆 你们这个比例就有甲乙 有甲有乙 那个一等的同仁都对我很生气 我要怎么办 但是呢 只要她一怀孕 听起来都变甲等 她为什么变甲等 各位知道 怀孕其实是一个 对我们中华民国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是少子的话 非常需要真产报国 但是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我怀孕到底能做什么 来挑战各位 到底我 今天如果各位 当然现在返乡 疫情期间 请各位尽量不要返乡 好了 但是我们大概都有搭台铁跟高铁的经验 高铁时速220 今天一个高铁的司机怀孕 你觉得你敢搭这台高铁吗 时速220对谁危险 对孕妇危险 对胎儿危险 对乘客更危险 她不知道谁说发生什么事啊 台铁也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对她蛮好 因为刚刚照着SITO的规定告诉你说 我们要什么 要给她调比较简易的工作 要保护她的生育机能 要保护她怀孕 OK 调职 但是这个接下来就问题出现了 怀胎10个月 产假2个月 刚好一整年 回来对不起 你的驾驶执照不无形容了 我也可以理解 各位一个人一年没有开过高铁 你敢让她开吗 不敢 所以怎么办 想了想想了想 所以等于是我没有要阻止你怀孕 可是你怀孕之后 你同仁的工作权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去思考 怀孕就是一个不得已的事情 它一定会有一些生理上 心理上 甚至职场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怀孕做特别处理 我记得法院有些判决非常有趣 这是法院认证的 一个怀孕的人 会不会真的变比较笨 法院的白话文叫变笨 文言文叫做工作不能升任 所以他就直接在判决里头写 当你怀孕的时候 可能会有生理心理产生的变化 但是这是过度的 那我们只有怀孕的人才会发生 这叫永久特别措施 我们要协助他 所以当他生完之后 就好了 当他生完之后 有能力就可以开了 这叫永久特别措施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走上 性别平等之路一个非常重要 对有些特殊性的时候 我要怎么特殊去处理 对一般性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就一般处理 对像怀孕的状态 像我们后来不管是高铁台铁 甚至是民航 或者是那个什么 技师 你从事危险的工作 你怀孕期间可能不能做 但是当你怀的时候 我必须协助你 不会因为这个一年而不见 协助你 当你有具有这个能力 我就让你继续开 同样的 当你怀孕你的烤鸡 就必须另外打 因为你跟别人的状态不一样 但是并不是代表告诉你说 你烤鸡打 就一定要给他假等 会假等多的原因是他 是他跟他自己比 他不是像我们就一个单位自己比 都一定有假一定有乙 你做得再好一定有人乙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就是当我们拉的不是一个齐头式平等 性别平等要看你实质平等 针对你的需求 如果是你要拉的平等有困难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男性可能要哺乳 困难我们应该该怎么去辅助 但是如果只有女性才会发生 实质平等 我们怎么去从法令 从各地方去协助 那当然有很多很多各位可以参考 甚至我们公务员的考试也是一样 如果你考了要考体试呢 你第一试是通过的 那要考二试体试呢 说没有过 团案发觉怀孕 这时候你是保留你的这个资格 等你生完体力恢复再来考 但注意 考的条件不会变差 别人要跑多少才能够 你也要跑多少 也就是我们工作能力是要一样 绝对不是让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去做这样同样的事 那个就是侮辱丛林的小白兔 这绝对不是性别平等的意义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那怀孕的同仁 我们法律的改变就很多很多 时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还有很多想各位分享 包含其实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那我们从职场 从家庭甚至到历年 其实我们还做很多努力在 当然我们少子化 甚至各位知道 你看我们的生育率简直是 无量下跌 那跟各位也开个玩笑 我常问我的学生说 你们为什么不要结婚 学生常回我一句话 结婚是偶然 生小孩是意外 还要生女儿就更难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就是我们慢慢可能要去反思 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可能不歧视或者一些困难 能够慢慢去除 会不会在我们如何 让我们少子化的 这个一些观念里头慢慢 少子化有很多的症结 但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没办法跟各位再谈 我只能很略略地就跳过 我们直接跳到我们 最后包含 我看我们要再上续集了 因为我本来想从少子化 谈到姓名谈到很多 有个图片让各位看 这张图 这是我的朋友在柏林火车站看到 他很开心 他说下次来台湾 他要去蓝羽玩 我刚说蓝羽玩非常好 可是他问了我下一句 蓝羽到底有没有女生 我一看 这真的有飞鱼儿 再翻还是飞鱼儿 其实蓝羽有很多女生 可是当我们有时候会一个 可能过度的宣传 忽略了其实世界上有各种的 不管男生女生是多元性别的存在 而且我们可以做多元的去包容 不管我们自己身边 不管我们实际的政策 各位朋友可能从家庭 从工作到各种政策 我们都可以思考 怎么的多元包容 那这个是观光局的 也可以都是全部这样 也可以这样多元都可以 各位看 郵差总案2次0 到底中华民国有没有女性郵差 有 3% 可是当我们做一个择业 都没有女性的时候大家就忽略啦 后来郵政总局赶快改 改成这张图 各位就觉得这要怎样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位女生呢 她的考基应该会是宜等 为什么 当你给她同样当郵差的工作 可是你叫她戴这个帽子如何送信 所以什么叫平等 实质平等 这条路很难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定有办法 当然郵政总局又改了 就实质平等 我不是他们的股东 各位可以放心的买 所以在疫情底下大家都很辛苦 对不对 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呢 只有男性被压榨吗 其实女性也有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想不管男生女生 大家走走来辛苦之路 尤其在疫情底下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勉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最后一句话问问自己 爸爸回家吃晚餐 那妈妈呢 好好协调 谁会煮 谁有时间煮 谁能煮 就来煮晚餐 不一定是妈妈煮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